在2016年9月24日, 級母組及科外活動組合辦了邁向成功領袖小組訓練工作坊, 總共有25位中二及中三的同學參加。 希望能透過這個活動有計劃感培養初中的學生領袖, 確立學生領袖的使命感, 提升同學的共通能力, 讓參與的同學學會欣賞, 訂立目標,實踐並推廣鳳寧精神。 活動當日,參加同學先訂立本年度的個人目標, 中三級同學去連層參加我做得到計劃, 對訂立目標已經很有心得, 今年可以協助中二級同學。 另外,我們當日進行了不少活動, 很多時都需要互相合作, 而遊戲及任務都提升了同學的解難技巧等共通能力。 最後,第一次參與的學生獲頒法初中領袖訓練證書, 而第二次參加的中三級同學則獲頒法初中領袖隊長訓練證書。 今年中一中二的同學要做好些, 來年有機會獲老師提名參加這個活動。 一中三級同學。 今天的文章, 第一次參與,